好,来我们回顾一下昨天咱们讲课的内容 大家都放下手里的东西 然后我们开始上课 简单回顾一下 因为昨天我们是第一天上课 所以的话讲的内容并不是很多 就是一些安装配置和一些简单的声明这一块的东西 好,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昨天的话首先给大家简单来去介绍一下 我们当前的专业Python 这些我就不再复述了 就是大家了解一下就OK了 因为昨天我说了这部分内容大家就了解一下就OK了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安装 是不是啊,安装什么 然后我们在这儿安装的是统一的是一个版本 当然其他版本的话我们说也可以 但是的话我们后来就做到了一个统一 咱们都装这个版本 然后后边的话呢 你可能在学Web的时候 就是都统一这个版本了在这一块 好了,那我们在这一块可以看到 我们当前去安装这个Python 我们为什么要去装这个 是不是啊 我们首先在这儿要带着一个问题 然后来去想 why 为什么我们要去装Python3.6.5呢 因为我们说了对于Python来说 它是一个叫什么型的解释型的一个语言 对不对 然后呢它就需要一个解释器帮我们去翻译那些我写的代码部分 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块就去安装了一个谁 所以我们在这儿是不是就安装了Python3.6.5了 然后那在这一块的话 在我们安装的这个版本当中就是Python3里面 我就以Python3代称了啊 在我们安装的Python3里面 然后它不仅仅含有解释器对不对啊 它还包含什么呢 还有包含Lib对吧 Lib是不是就是一个类裤了啊 Lib就是一个类裤部分 而这里面的话是它内置的一些东西都在这个类裤里面 比如说啊 昨天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然后用到了一个谁啊Print 那为什么我直接用Print就能够使用呢 对不对啊 然后我上来就写Print 而括号里面写东西 是不是就可以帮我打印这个内容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就是因为Print 是不是已经内置在当前的类裤里面了 所以我们用的时候解释器会自动去到类裤里面 是不是进行检索了啊 然后那我们说了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还有一个我们昨天也说了 是不是就是PIP啊 PIP是干嘛呢 PIP是一个包的管理 说如果我内置的这个类裤里面的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了 那我是不就要向外寻求帮助了 那谁帮我们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所以啊PIP是不是就是一个命令 对吧 然后呢这个命令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通过它来去安装啊 或者去卸载啊 或者去查看啊 是不是来去使用它去啊 好那PIP昨天我们在这块讲了一个这个知识点 大家来想一下啊 第一在这讲了一个PIP list 它是不是就列出来我 然后找来的那个外来的帮助 是不是啊 然后其实就是然后列出来你下载的那个那个包在哪里面 是不是啊 然后呢我们又说了 你如果拿PIP下载它是把它保存在哪里了呢 如果我们在这拿一个PIP是不是啊 然后在这叫in store 然后某某某 那你安装的这个某某某在哪 我们说它是在类装里面的话 有一个叫cite-pac-k 是不是啊 然后ajes啊 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是不是就是你下载的那些某某某都会在这个里面了啊 因为你下载的这些 然后也是属于你的类装当中的一种 就属于裤里面的一种 所以只不过呢 所有用PIP来去管理的包的话 都会默认放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对吧 然后所以的话呢 我们通过这一块 然后来去查 就是来去安装 你要知道它装在哪了 对吧 然后呢我们通过list 还知道它安装了哪些 然后呢在这一块 还有一个叫install 叫uninstall了 是不是啊 然后s 然后加个un uninstall的话 表示什么意思呢 在这一块 是不是就卸载了 现在的话 就会从你的包管理器当中 给移除了啊 所以在这儿还有一个叫卸载 对不对 然后在这儿叫卸载啊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想指定版本去安装 怎么安装呢 是不是install等等 后边就是你的版 对版本 好 是不是昨天这样说了啊 然后另外我们还说了 然后呢我接下来还可以用install的方式 然后是不是把所有的我的pipe 然后是不是给它输出到一个文件里面啊 这样先不说输出 然后先说phrase phrase是不是就输出输出requirrequirements.tit这样的一个文件 而这个文件就是我这个项目里面所用到的一些包 然后我都然后把它然后输出到这个文件里了 而这个文件在展示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包名等等 是不是就是它的那个版本号了啊 然后呢那它为什么要这么来去列啊 比如说我在这一块输出的内容就是等等 比如说2.3.1假设说啊 好那我为什么要这样来去用呢 因为你后边再去安装的时候 是不是就指定版本号来进行安装了 那怎么来去安装呢 所以在这又有一个pipe install-r 然后requirements.tit这个文件了 这个是不是就是将requirements.tit文件里的东西 是不是进行安装了 然后呢那在这一块是它常用的几个命令部分 然后我们在这一块给大家说的啊 就是你的包管理管理的是你的类裤 能够让你的类裤更加丰富 自带的一些不能满足需求了 我是不就可以寻求帮助了 然后用谁帮我们来去完成这个这个呢 就需要pipe了 是不是来去帮忙了啊 好那这一块的话呢就是我们 为什么要去安装python3.6.5 因为是解释性的 所以我需要一个解释器 对吧 然后解释器又离不开自身的一些类裤 而自身类裤如果不能满足需求 是不是再通过谁来去安装啊 type 啊 然后我们昨天在这儿 是不是又给大家简单来去说了一下 对于解释性语言的话 它有一个特点是不是就可以啊 跨平台 对 然后它是不是就可以去干嘛 去在这儿叫跨平台 所谓跨平台就是我在这个平台上写的这段代码 比如说我们昨天 我们昨天是不是在这儿写了这几个代码 什么py文件了啊 啊那假设我要把这些py文件给它干嘛 放到linear操作系统 或者放在我的苹果系统上 然后那接下来它能不能运行啊 是不是啊你写的这些代码当中它能不能运行 会被报错啊 我们说ok它是可以运行的 但是有个前提 就是你无人把你的python叫什么什么什么python 点py文件 我们说这个文件是不是就叫什么文件 原文件 原文件是不是啊 我要把这个原文件是不是跨平台 然后把这个所有写的这个文件 然后都给它移植到谁啊 linux上面 对吧 然后给它移植到这个上面来 因为我们是不是在windows上写的 那我要想让我的这个上面也能够去识别的话 那怎么办呢 所以就需要在你的linux系统上也去安装 是不是你的这个python3了 对吧 也去安装python3 但是大家后边我们在讲的时候也会告诉大家 像linux操作系统这个四代谁啊 python 自带python 自带python3.5和2的7 就是它会自带这些东西去啊 好了那我们在这一块完事了之后 就是告诉大家这些的一个使用部分 我们为什么然后要去安装这个东西 那安装完了之后我们怎么用 对不对啊 然后我们怎么来去用它呢 昨天我们是不是就说了 当我安装完了之后 我是不是就会使用python命令了 然后两种方式使用的时候 然后第一个叫什么是叫交互式 对吧 交互式是在哪打开 是不是就是在这个窗口当中打开了 对不对 然后如果在这输一个python 那它进入的是不是就是交互式模式了 交互式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们说对于交互式所见即所得 我在这的话呢print一个东西 是不是它立刻就给你出结果了 对吧 然后在这一回车出结果了 然后但是的话我们说这些文件 然后呢能保存吗 不能保存 不能保存 还有一种情况啊 就是呃原来的话呢 我在带着他们用终端 然后去写后边那个代码的时候 然后就是来去测试它的一个序列化和反序列化的时候 啊 然后呢就是写了很长了 突然一个单词写错了 那前面的那很长的那些东西的话就相当于干嘛了呀 报错了 报错的话前面很长的那些东西的话 你还要再重新给它干嘛呀 来过还得再重新写一遍 所以如果出现错误的话 你再去解决的话 在这个交互式这个上面的话特别麻烦 那不像我们当前这块 我哪行出错了 我就立刻改那行 是不是就回头再给它编译就好了 嗯 但这个不是 然后如果你写了10行了 在第10行报错了 然后可能是前边的某一个问题引起的 你可能会重新再写10行代码去 啊 就这10行代码可能要重新再写一遍了 所以执行起来的话呢 会比较麻烦 这个是我们呃 昨天给大家说的叫什么事 交互式 它是不是有优点和缺点 只要你输入python 它在这一块是不是就会进入你的这个交互式的这个环境中了 是不是啊 那你在这块看到就是三个箭头 然后在里面是不是就输你python的一些东西就OK了 啊 然后那接下来我们说这样它确实不好管理 那我们还可以使用谁了 使用软件开发工具了 是不是啊 嗯 使用一种开发工具啊 但是呢 我没有上来就让大家用这个pycharm 我说了 然后如果你要用pycharm的话 对于前期练习你的代码量的话 没有太大的好处 因为它会有很多的提示啊 然后对于大家记单词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就先用谁来去完成了 sublime 啊 然后当然你在这也可以用谁啊 是不是这个pycharm来去完成了啊 但是呢 我们两周之后再说这个工具 然后我们现在先用它练 然后练的越多越熟了 你后边用这个的话会用的更溜 啊 好了那于是我们下边在这块怎么来去键呢 所以在这就涉及了一个谁 原文件怎么声明了 对吧 在这一块如果要把这个关了 关了 关了 然后这是我们昨天的 然后我在这双击一下 是不是又开启一个新的窗口了 嗯 那我在这 control s 一下 下边在这的话呢 是不是就要去保存它 那你帮它保存在哪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 帮它放在桌面的今天的文件夹里面啊 代码里面 然后呢我们在这一块给它起名字 比如说这个叫谁呢 在这一块 有同学说这样问啊 昨天有同学问 说我能不能把它起个名字是中文 能不能这样起 然后我们昨天是不是给大家讲了这样的规范了 中文会报错吗 不会 然后你在这儿是不是来一个这个 然后来一个谁啊 hello 比如说也叫word 然后呢 那我在这一块保存完了之后 接下来进到那个环境里面 输出hello word了 看能不能输出来 来看一眼啊 所以接下来在这儿我退出来 然后呢在这儿cd点点 是不是退出来 点点退出来 然后cd到day 里面 是不是啊 然后回车一下 然后cd到代码里面 稍等啊 代码里面 好了那于是我们现在来到这儿了 dir一下 昨天是不是说了dir 就是留了你目录里面的东西了 好 dir一下一看 哎有变量点py 那好我就拿这个命令执行了 所以啊在这儿是不是叫变量 然后谁点py文件了 然后一执行大家看hello world 是不是这样能出来 嗯 但是呢我们说了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啊 最好的话呢还是干嘛呢 练你的一些英文的表示 前期的话呢可能大家看这种中文更加方便一点 啊 甚至于昨天还有同学 我们昨天是不是讲变量了 嗯 然后我在这儿的话 是不是能不能这样起啊 叫谁啊 在这儿来一个商品 然后等于什么商品名啊 比如说你现在想买什么 我现在想买咖啡 coffee 是吧 然后我现在这样 然后并且我想去打印谁啊商品去 那商品现在是不是就是一个变量了啊 你说我这时候保存完了之后 我在这儿执行 能不能执行通 这儿是中文 然后这儿是不是也是中文了啊 那我现在在这一块能不能执行通啊 能吧 能吧 是不是啊 不能吧 嗯 然后呢在这块执行一下 看一下在这块 能 是不是出来了 嗯 嗯 然后呢 但是的话我们说了 然后你在这块用中文的话呢 虽然也是ok的啊 但是的话我们不建议 而且是非常不建议大家这么做了啊 然后我说我现在能不能加个9 这样来去明明呢 嗯 不能 是不是数字开头了啊 那如果是数字开头的话 你说这时候能行吗 可以 回车 是不是这时候就报错了啊 啊 所以在这一块大家可以看到 纯中文的话 它在这一块是没有的 但是如果你要违反了我变量的命名规则 是不是啊 然后就不行了啊 啊 所以在字母数字下滑线 那你的这个中文的话呢 其实它底层当中也会对它进行编码啊 啊 然后呢那它编完码之后呢 在这一块实现的时候也能够正确的 然后去打印出来 但是我们说了像名 还有这儿的名全部是中文的话 我们还是不建议极度的不建议 应该说是 这么来去起名的 你最好是干嘛呀 在这一块啊 啊 最好我们在这用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这样来去用啊 就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一块能够见明之意的方式 是不是啊 啊 所以呢我们说这样是不行的啊 因此我们在这一块来去看 原文件你可以起名某某点 PY 而对于文件名再去起名的时候 我们说尽量使用英文 对吧 而且英文的话呢 而且一般文件名的名字 基本上都是小写的 嗯 啊 然后呢我在这一块给它起名的 然后呢 那比如说我这个叫故死 昨天是不是点 PY 嗯 是不是啊 然后在这的话呢 有order order 订单点 PY假设说啊 所以它是英文 而且基本上都是小写的这种命名方式了 然后呢我们讲完这个之后 然后后边又说了一个谁啊 在这一块啊 啊 这个是怎样来去用 两种方式用啊 用的话 刚才我们看到了 在要想出来这个之后 你是不是就故死谁了 在这一块 第二 PY 是不是就执行看结果了 嗯 好了那这一块 这两大块完事了之后 后边我们就讲了另外一块 叫谁了 是不是变量这一块了 第一我们要知道变量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就给大家说变量是什么 容器 是不是啊 变量其实就是一块容器 而这个容器是谁帮你开辟出来的 内存 是不是就是内存帮我开辟了一块这个容器了 嗯 然后呢那我接下来这个容器 而且还可以给它起名 起完名是不是还可以往这个里面放东西了 嗯 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块就可以看到啊 在这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给它起名字 比如说我们在这一块的话呢 给它起名字money 是吧 那money你给它多少钱 所以接下来在这给了100块钱 那你内存是不是就开辟了一个空间 然后起名money往里面放了100块钱了 而昨天我们又说了变量是什么类型的 弱类型 弱类型有什么特征呢 对了给它什么类型 对了给它什么类型 它是不是就是什么值了啊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 是不是就给了一个80是吧 然后money我在这一块 是不是还可以给80块9毛 对吧 然后依次类推这样来去走啊 然后那这样就表现 它的弱类型 就是同样的名 但是我可以付不同的值 啊这样就是它的弱类型了 好了那这一块完事了之后 然后呢我们 嗯就是接着今天那块往下来去讲 然后呢 在讲之前的话 是不是还讲了一个谁呢 在这块 是不是它的变量的命名规则了 嗯啊 命名规则就是字母数字下限 然后数字不能开头 嗯 然后不能使用关键字啊 区分大小写 是不是就是这些了啊 嗯 然后就是它的一个什么在这 就是它的命名啊 叫命名的一个谁啊 叫规则是吧啊 那规则有啥呢在这儿 然后刚才说了 那看一下这个 大家看这几个哪个是合法 哪个是不合法的 这几个哪个是合法啊 哪个是不合法呢 然后来去看一下 第一个这个合法吗 合法 然后这个我们就给它敲个Y 表示yes 啊 好了那接下来第二个呢 是不也是合法的 因为它是字母组成 但是我们没有强 专门强调字母的大小写啊 嗯对吧 它也是合法的啊 第三个合法吗 合法 也是合法的 我这个冒号 这个你都可以忽略不看啊 然后下边在这一块的话呢 不合法 然后为什么 有合法 是不是出现了特殊符号了 嗯 除了下滑线可以出现外 然后其他的是不是都不能出现了 嗯 这个合法吗 合法 这个的话呢 它是不是就是yes的 是不是啊 这个呢 不合法 然后叫数字 不不不能是开头 它既然写的开头 就不不写了啊 然后必须是字母下滑线开头 可以是啊 下面可以是任意数目的字母数字下滑线 然后呢 此处的字母并不局限于26个英文字母 可以包含中文字符 是不是啊 日文字符等等等等 所以它在这儿的话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它在这提到的这个谁啊 字母 所以大家刚才在这块看的话呢 是中文 昨天有同学问我能不能用中文啊 我说不能 然后为什么 因为中文的话 我们说是不建议 但是能不能报错呀 没有 然后呢 因为我们开发的语言的话 可能你开发的没准是在哪用 你要中文的话 是不是其他国家就识别不了了 所以呢 我们在这儿有这样的一些需求 大家来去看啊 由于python3 我们现在是不是用的都是python3 是支持什么字符几啊 utf-8 因此python3的标识符 可以使用utf-8 所能表示的多种语言的字符了 就是说你可以用中文日文 这些都是ok的了 python语言区分大小写的 因此它和它是两个不同的标识符 但是python2对中文支持干嘛呀 交叉 如果在python2的程序中使用中文字符 或者中文辩量则需要在python 原程序的第一行上去加上一个警号 codingutf-8 就是明确给它声明一下啊 当然别忘了将原文件保存为utf-8的字符集 也要把它保存成这样对应的字符集 看一下我们这个保存的时候有没有啊 这种提示啊 control加s 大家看这儿是不是有一个 这是它的扩展名是不是啊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拿那个什么的话啊 因为昨天也有同学问到这块了 然后我们来去看一下 在哪桌面是不是啊 然后找到我们的那个照是吧 然后进来代码这块啊 说我接下来能不能拿记事本建一个这个 如果要拿记事本来去建的话啊 然后比如说我在这儿就给它来一个 Hello.py这个文件是不是啊 好那我在这儿一回车 它是不是就弹出这样的一个提示 然后是否要更改呢在这块 是啊 那它是不是就变成一个这个文件了 那如果要变成这个文件了之后 那我接下来能不能打开呢 比如说是不是啊 然后呢我记事本打开 对吧打开了之后 我接下来是不是就给它也往里面给它写啊 Print 是不是啊 也给它来一个Hello World 是吧 好那我在这儿给它写完了之后 大家看文件在这块 我能不能给它另存为 而在另存为的时候底下这儿 大家看有一个 是不是有一个编码集了 其实他说的这一块的话呢 就是让大家也保存上什么呀 UTF-8的 如果你是Python2的话 然后你在这儿的编码 也要给它做成UTF-8的 然后你再需要 如果你是在Python2的环境上的来去运行 还需要在头加一个call 顶是不是 UTF-8 然后来去给它声明一下 我当前的编码是这个 然后你在原件保存另存为的时候 还要明确指明你是UTF-8的 然后再来去给它保存去 啊 否则的话呢 它就可能会出现问题了 在这一块啊 好了那在这儿的话呢 就是2和3 简单的一些区别 因为这个区别 我昨天是不是让大家自己查了 啊 可能不仅仅有这两个区别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区别了 啊 就是其他在语法上的一些区别了 啊 所以我就在这儿简单给大家列了几个 然后再去用字母啊等等 这种声明时的一个区别部分了 啊 好了那于是呢 我们在这一块 然后来去看这部分啊 保存一下了 我就不另存了啊 啊 那于是呢 我们这个就保存一下啊 咱们接着往往下来去看了 我把这个